他拨这个监察院纠正一品院的违法讲庭案 台北市政府就立刻的停发了一品院的建案的使用执照 而这其中的五亿元的不当得力该怎么样的追讨 台北市长郝龙斌是有最新的说法 但是呢对于这个责任的归属方面 郝市长是说呢 这不是在这个现任的台北市的这个政府 台北市政府所做的一个决定 但是呢他也替这个马总统表示的 就是说在在马总统的时候 他当时在担任市场的时候 也没有做出 也没有参与这样的一个决定 我们现在立刻连线 请我们的记者许家瑜来带我们了解现场的状况 而主播针对监察院对台北市政府 因为原大建设的一品院庭奖申请案提出纠正案 由于这是前朝马市府的申请案过关 那么五亿元的不当得力 却要好市府来追讨 责任究竟在谁 台北市长郝龙斌有最新的说法 台公文其实很清楚啊 就是这件事情上 不是我们现任市府所做的决定 我想这个是很清楚的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基本上就是责任很清楚 就是公文的签盒上面啊 我们可以看出来 基于分层负责 马前市长并没有介入 所以我们觉得这个他也没有相负相关的责任 所以我们到目前为止并没有联系 对而且我们看到总统府方面发言跟我们的认知是一样的 好的我们可以听到台北市长郝龙斌虽然没有名讲 不过在昨天召开的记者会就已经有提出一份前朝市府的公文 表示呢这个决策是前市府副市长陈玉璋和民书长范梁秀在95年的会议结论 可准通过议品院的庭奖申请 那么不过针对原大议品院建案庭奖申请办理过程 监察院的调查台北市政府尊重他们的决定 那么这五议员的不当得力呢 接下来要怎么追讨台北市政府将会和内政部会商 那么在相关争议还没有厘清之前 那北市府也是暂停这个停发原大议品院建案的使用指照 那么以上就是记者在现场的最近情形将镜头召唤逢内主播 好的我们看到了这个五亿元五亿元呢是要怎么样的被追讨啊 这个还要再看这个未来的发展 至于说这个原大建设呢 他们现在这个房子都快盖好了 但是又被停发使用指照会怎么样的发展 我们会持续的替您来关心